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孙涛为您导航 新推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又来了 回家的路有多远 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热播 这回我是摊上事儿了 我摊上大事儿了 我摊上了什么事儿呢 这回我要和你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我主演的《我的故乡进他记》在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开播了 2014年 孙涛带着作品《我的故乡进茶记》做客新推荐 当年的他九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一晃四年 孙涛依然年年活跃在春晚的舞台上 我是93年大学毕业 94年上了央视的春节晚会 一晃已经24年过去了 但是我就记住了一点就是 演员离不开观众 所以我现在越演越怕的就是 怕有的时候作品观众不喜欢 或者是没演到位 就是越来越紧张 我知道你想来恕罪 但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回家的路》有多远 是孙涛和颜学金 继《小品真情永驻》之后 又合作的一部电视剧 不同的舞台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合作方式 在演小品的时候呢 我说的多一点 我一开始是先磨本子 这个可能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弄完了以后 完了请学金来 完了我们再商量 就是我比较累 你选择跟我在一起 你不会后悔吧 我不后悔 你是我选的 我活该 就主要是靠学金了 我是开拍以后 半个月才进了他们这个剧组 在开拍的时候 他们已经演了很多 拍了很多戏了 前面的戏接哪个戏 怎么接 怎么接 他剧本进行了很多调整 我来了 我就听严老师的指挥 我让你把手松开 听见了吗 我让你把手松开 严叔 没事 严叔 没事 严叔 搬一下中央手 好呀 好呀 两个人的默契合作 让《回家的路》有多远的创作氛围和睦又欢乐 我演的是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 这么一个人 那他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公务员 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在辅助着唐雅丽这条线 比如说唐雅丽遇到困难了 他去帮助唐雅丽 我这回来呀 就是跟您说 您那个手术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王主任 谢谢 谢谢 大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比如说唐雅丽家庭不能接纳他 那么黄尔秋去帮助解决一下这些事情 你妹妹用实际行动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看法 甚至连最恨他的侯大爷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我们这些外人都能原谅他 你是他的亲哥哥 为什么不能接纳他 颜月经我俩春节前刚刚合作完 拍这个戏之前他已经忙了接了个事 他在这个戏的量特别大 我这时候来呢 第一个是颜月经会觉得很高兴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合作起来的话 他不会有隔阂 雅丽 你哥在里边等着你 但是呢 你哥心里的哥都没有接 见了你哥以后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我当时是在沈阳拍戏 四月份我就赶到剧组来了 离黄山一百多公里 空气又好 景色又好 跟这些新老朋友们在一起 特别舒服 也挺快乐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帮我 你是打心底里原谅我了吗 我原谅没原谅你 你看不出来吗 是不是我这个表达方式有问题啊 加以散 情还在 王善丘 唐雅丽 如何共度归家之路 还请大家锁定央视八套黄金事件 我是孙涛 我在新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